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联的下联 这个下联永远是唐诗尽字汉文章 上联却不定 有时候就有更换 更变 比如说我知道的 有这么一幅对联 叫春雨下云秋月夜 唐诗尽字汉文章 有时候我写英联书也写这个词 可是你问我出处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一方面是我猜书学浅 一方面的是过去的英联 常常找不到作者 很多的英联都不知作者是谁 但是说到诗文 就容易找到作者 但英联因为太多太多 或者是文人随便的 那么这个 细熟年来 因此有些东西就 传不下作者的性命 就有这两种可能 一个就是我的猜书学浅 一个就是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 这个作者不香 刚才说的这幅对联 叫春雨下云秋月夜 唐诗尽字汉文章 我们把它写下来 如果有些段 朋友们喜欢这个英联的话 将来书写一下 也是挺好的 春雨下云秋月夜 唐诗尽字 汉文章 这么一幅连语 确实意义很深 而且对仗 非常的功巧 春雨下云秋月 也说的是季节 那么唐诗尽字汉文章 说的是年代 那么春天的雨 是最可爱的 春雨贵如油 那么夏天的云 是可爱的 因为夏天非常炎热 有一点云 能遮住阳光的话 我们在夏天能乘凉 或者感到 非常的凉爽 秋天的月亮 秋月 然后唐诗尽字 唐朝的诗是巅峰 尽朝的字是巅峰 汉朝的文章 汉文章主要是指的 梁司马 一个是司马向儒 一个是指的是司马迁 所以有一幅英连说 文章西汉两司马 既然说的汉朝的文章 那么有他的代表人物 那就是司马向儒和司马迁 说的汤诗 人马上想到李白杜夫 是吧 说的禁字 马上想到二王父子 那这是一种连语上 有这个汤诗禁字汉文章 还有呢 有这样一幅对联 上年是呢 孔仁 孟义 孔仁 孟义 周礼乐 周礼乐 这又是另一番的意境了 对了 孔子是最讲就仁爱 讲人 对 孟子更多的强调义字 嗯 叫孔仁孟义 周礼乐 指的周公诞 周公的礼乐 嗯 啊 那么下人还是 汤诗禁字汉文章 对 我们就不用写了 嗯 其实我最早知道的 呃 还不是这两幅连语 哦 还有 我很小的时候啊 哦 我爱听京运大古 哦 京运大古里有 呃 有一个名段的叫 大西乡 哦 是 在大西乡里边呢 说这个红娘啊 嗯 到了这个张生的这个府地的时候 嗯 就是说啊 看到这么一幅英连 嗯 他说 这个 呃 好像是门上 那个这个张帖一副队 上一连下一连写的 分外墙 嗯 上连写 嗯 挺有余香 谢草正兰 燕桂树 嗯 下连写 下连配 嗯 家无别矿 汤诗禁字汉文章 哦 我们写一下这个啊 他又给家常了 给家常 嗯 他变成十一眼的了 本来是七眼 变成十一眼 对 上那些挺有余香 挺有余香 嗯 蟹草正兰 燕桂树 燕桂树 燕子的燕 嗯 家无别矿 家无别矿 下面是 唐诗 尽字 汉文章 嗯 这要怎么解释呢 当初啊 嗯 对政府对联 我查过 我到底是 写的太好 嗯 这就是谁做的 嗯 查过 后来查 这是 这个 清朝有一个 文学家 大文人叫 钱凯 嗯 钱 钱凯 钱 姓钱的钱 凯 就凯 说这些 钱凯 说他做的 这副营链 嗯 我想 也只能是 出自文人之手 嗯 因为一般的 我不是小乔艺人 啊 我不是小乔艺人 就是说 一般的艺人 过去都是贫苦 家庭 出身的人很多 嗯 所以让他们 有这么大的学问 做出这么好的 营链 恐怕不易 嗯 他比不了 那个 八七子弟书 嗯 那里边 都是大文人写的 啊 就韩小窗啊 这个罗松窗啊 嗯 等等 那些人 就是大手笔 嗯 也写了很多的 这样的 古词的段子 但是像这种 啊 一般民间流传的东西 忽然有这么好的营链 那肯定从其他地方 摘来的 抄来的 对 是不是 西乡记里 就有这幅营链 我没有查过 嗯 诗修士的说 但是呢 我知道的是 千凯 曾经写过这幅营链 嗯 最早是不是出自他手 也是不清楚 嗯 但是见过千凯 有这么一幅营链 哦 叫 亭有余香 说这亭院里的 有很多的香味 香味 香味来自什么 哪呢 谢草 正兰 燕桂树 这都是指的 姓 姓是谢 正 燕 都是指的姓氏 然后家无别况 唐诗禁字 汉文章 在家庭里的 没有别的呈列 都是唐诗禁字 汉文章 都是书记 字贴 嗯 这些东西 嗯 所以我 我觉得 这些英联呢 我们知道多一点 呃 对于爱好书法人来讲 会是有意义的 对 天先生 刚才呢 咱们谈了这么多的 呃 唐诗禁字 汉文章 那么今天呢 既然我们做的是一个书法节目 这个唐诗和汉文章 我们暂且不谈 好吗 我们就谈谈禁字 呃禁字呢 被称为是书法史上不可逾越的巅峰 特别是禁字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哈 也被书法界呢 公认为是呃 永远不可超越的书胜 那这在理论上呢 曾经被人质疑 说近两千年来啊 无人超越 这的确是事实 但是说永远不可能超越 恐怕是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呃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呃 你说的这个 就是外界有些人对于这个说法的质疑 嗯 我也听到过很多 嗯 甚至有些个新闻记者 就直接找到我 嗯 跟我探讨这个问题 哦 就像你听到的这个 可能说的更具体 哦 比如说呃 我请问你 嗯 这个王羲之一说就是空前绝后 对 这在理论上说不过去 嗯 不管从逻辑上 从进化论各个角度 就科学的这个这个理论上 嗯 这说不过去 对 你可以说空前 比如说 王羲之 呃 他从生到到死 到现在 嗯 一千八百多年吧 嗯 说他这么一千多八百多年当中 没有人超越他 大家公认是个事实 嗯 他说我们也不质疑 对呀 但你说将来也是不可超越的 嗯 永远不可超越的 嗯 即使空前的 又是绝后的 这我可不可以知道 他在理论上说不过去 是 你知道我怎么答复这个问题 嗯 我说你不相信这个说法吧 嗯 你质疑 嗯 你临时年帖 学十年书法 嗯 你就认可了 那看来回去我也得这样做 实际上你听来好像狡辩一样 既然的理论说不通 嗯 临时年帖就通了吗 嗯 是怎么个意思 对呀 我们也是这样说 这种客观的讲啊 或者近于科学的这么谈 嗯 应该只有空前 可能有空前 嗯 而不能说有绝后 是 多年后来 知道后来是什么发展 我们不是 我们无法去估测 对对对 是不是 那怎么说绝后 对 可是你当进入这个圈子里来 你就知道这种话 嗯 你有一定的可信度 绝对有可信度 哦 那是为什么 你比如说我接近很多的京剧演员 嗯 啊 就谈到梅兰芳 嗯 就说梅兰芳 现在是一个东方艺术的化身 对 就很多的演员 就很多的演员跟我说 永远不可超越 也没有人敢想超越他 嗯 也没有人相信以后来的人能超越他 嗯 那么梅兰芳 虽然在京剧上有这么高的成就 嗯 但是我们说挥帮进京才多少年 对 两百年不过 嗯 而汪兰芝 伊陵风骚近两千年 嗯 霸占着书坛 嗯 将近两千年的时间 嗯 将别提书法史有多少时间 嗯 就汪兰芝的书胜就两千年 对 谁能怀疑他呢 这问题是理论虽然不同 但当你进入局内 进入圈子来 你真的不敢怀疑这句话 因为你看到汪兰芝那种 十全十美 或者说尽善尽美的时候 嗯 使你感到 就是不可超越的 嗯 就说你没有进入这个圈子来 嗯 你可以在外边 高谈理论 嗯 而且这理论不是错的 嗯 但一旦进入这个圈子来 你就感到茫然 嗯 就像你学诗一样 嗯 你说礼拜杜甫 嗯 就说的汤诗吧 嗯 怎么会不可超越 当你看完礼拜杜甫诗 你懂了 你会想 是不可超越的 对 这当中有一个原因 嗯 就是说 不管汤诗禁字 还是汉文章 嗯 他在那个时代 那个背景前提之下 嗯 有一个时事造英雄 英雄造诗式的这么一个 时代背景 哦 你抛开了那个时代 那个背景 嗯 不可能造就出汤汤汤这样的人 嗯 所以有人就说 唐宋八大家呀 新封盛世 嗯 他就是因为 那个盛世年代 他造就这批人物 嗯 说的盛世主要是指的文化这方面的繁殊 对 我们说今天是不是就不是盛世 当然也同样是盛世 但是今天比如说我们这些个高科技的发展 多元化了现在已经 嗯 古人能做得到吗 嗯 我们今天比如过去怎么能想象的这些个高科技的东西 包括咱家庭的电脑等等 对 这些个人类的进展进化 嗯 也不是古人当初能想象出来 对 但是你谈到一个文化的一个区域当中来 他只有在那个阶段当中 嗯 才有那个时事 嗯 才有那个英雄 嗯 抛开那个时事 谈英雄 是个网论 嗯 所以汪西芝呢 就在于汉字 英 正于完美的时期的时候 嗯 汉字从转到立 嗯 后来啊 当然这个转之前 甲骨啊 像行啊 等等这些东西 我们不说这么具体 一直到后来的凯青草 猪体完背穷之下 嗯 时事允许 嗯 汪西这样的天才 在这时候得欲 嗯 所以说禁字的时候 嗯 汪西芝这位代表 就说明了 这个时间 空间的允许 嗯 我们谈到现在的这个时事情况 是什么样子呢 嗯 单就书法而言啊 嗯 听明 是我说的 单是书法 嗯 那就说 第一 温延文 基本上 退出了实用舞台 对 毛笔 退出实用舞台 对 那么 繁体字 被简化了 对 科与制度 就是保障 以书取式的这个 嗯 这个动力 也没有了 嗯 对 所以这些大的这个环境 改变了 嗯 我们现在还有些人在 灵帖 在写毛笔字 嗯 再这样继承我们的国学 已经是不简单了 你在这个环境之下 嗯 你还要求再赶上汪笔字 再超过汪笔字 谈了何容易 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每日一字 今天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个脖子 这个脖 就是磅礴的脖 我们现在先用楷书 把这个自带规范的写法 先介绍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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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写的一个 磅礴的脖子 这位网友呢 在网上发了许多次的帖子 希望能把磅礴这两个字 解释一下 我们顺便再把这个 磅字写一下 我理解这位网友 一定是 连写这两个字 说 写不好 咱们现在常见的呢 就是毛泽东的诗 就是 红军不怕 远征难 万水千山 只等闲 无岭威夷 藤细浪 无蒙磅礴 走泥湾 就这磅礴这两个字 估计是写这首诗的时候 遇到这两个字 不好处理 因此呢 前段时间 我们就专门的把这个 庞子介绍一遍 就是没有诗的庞 单写这个庞子 介绍了一遍 但是现在再三的提出呢 希望能把这个 庞博的博字也写出来 我们就把这个博字 介绍给 这位朋友 按照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安排当中 没有这个字 因为这是个生辟字 但是这个字呢 也确实是难度很大 我们现在边演示 边讲解一下 这个字的结构 首先说 十字旁要写好 三点水要写好 草头要写好 像这些个步手 它夹在了一起 笔画很多 很繁杂 所以不容易处理好结构 看一下 十字写的时候 一定注意 要向上写 不要靠下 这一片尽量放出来 然后 写这个口的时候 这一笔是个横点 要腾出第一步 给右边让出一个充分的 一个 这个空间来 看这草头 表面上看 它高于这个十字旁 实际上看呢 这草头下半部分呢 是低于这一个 十字的这一横 然后写这草头 写掉紧凑 这三点水 安排的地方 要合适 分别呢 在十字的上边 点一点 十字 右方这一竖笔的腰部 点一点 让它下面 再写一个 条笔 这也是个点 尽量往上写这一横 这样写 最后点一个点 实际上这样写 已经是铁写 正式的这个 右半边呢 这是一个 两发音的一个字 一个是念多 单写这看一下 注意这个地方按照正写 这块应该是个斧子 就是这两边都应该出来 这应该是个斧子 在这点点 然后写这 这个字呢 两发音 一个点薄 一个点薄 薄就这样 这两纸啊 太薄了 穿的衣服太单薄了 一个点薄 但是这个字 这么写 已经很复杂 再加上这个十字旁 如果你一不小心 就是把这个字写得横宽 穿这个扁形的字 比如说 不注意写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写完一看是什么状况 大家看看这体型 是这样一宽的这么一个字 那么这个字形已经很不美 我们的这个楷书的结构啊 就是尽量把那些个非常高的字 写扁一点 非常扁的字 非常宽的字 尽量把它写窄一点 但这个高和窄 都应该有一个度 如果这个脖子 我们这样写太宽了 于是怎么样呢 把它写紧凑一点吧 写窄一点吧 如果过于窄 又不行 大家看啊 比如说写成这样的一个 一个姿势 就不美 这就显着 这个字形 变成这种形状的 这显着非常的拥挤 显着挤得喘不过气来 也不好 所以要把它 适当的 啊 调整 尽量让它紧凑一些 但是 又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 好的 按照我们说的这个意思 我们再向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稍写大一点 让大家看一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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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 这个整体字形呢 大体上是这样 大体上是这样 基本上自行见方 那么这样写 就显得调整起来 应该比较合适 所以这位朋友 遇到博字 磅礴这两个字 特别是博字 写不好 是太可以理解的 因为这个字实在是难写 难写不在于点化 主要是这个复杂的结构 而且左旁十字 写得大了不行 写小了不行 太粗重了 跟右门这个博字 又显得粗细啊 不能调合 如果写得太细了 又显得左边太轻朴 所以这个字 确实有点难度 好的 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个字的新书写了 注意看 它出现这个字形呢 基本上还是个方形 基本上还是方形 如果把它写成扁的 或者写成一个长的 仍然是不好看 再看一遍啊 这样 下边这个钩啊 就是写到这一部分 这个地方一定要有力量 转过来要有力量 不要轻飘 也不一定非得是 用优词整个连起来 好像赵孟福是经常用这种笔法 如果说就单写 这个砖字 就在这儿没有连起来 也未尝不可 但所以要注意到的是 如果写这个 这个谱 或者是这个 写这个脖子 一定要注意到 要点这个点 在楷书当中 务必要注意这点 因为有没有这个点 经常会出现文字上的错误 比如说 我们 写这个字 点点不点点 不点点念团 团 臣团老祖团 如果点点 波斗的波 所以我们在以前介绍过这个字 是非常关键的地方 到了草书的时候 也应该注意到 究竟这半边是个什么字 点点 波 波斗的波 没有点点 团 单讲的团 它什么讲 团没求 把它这个东西团圆了 就这个团子 好的 大家看一看 这个字的 脖子的草书写吧 左边的 石子旁 这样点两个点 不再写成正式的一个口字形 上面的草头 写成这样 三点水 直接一笔子下来 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地方 尽管 草书 严格讲 有点方便水 但这地方 因为它不会被误解 所以直接写这么一个书 就可以 调上来 这就是磅礴的波 那么说 右边呢 单写这个字 就可以这样写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薄厚的薄 或者是这个 独作波 加上石子旁 石子旁还可以这样写 转过来 这样转过来 大家要注意 我们前面讲过这个得字 就是这样 注意 这个弯是小的 下边弯是大的 外行人写出来总是这样的 写这个上面特别大 下边特别小 这是外行 写的不对 就在这种草书的小技巧当中 看的是细节 实际上却是大节 再看一下这个字写吧 注意 这个点尽量收到里边来 不把它写到外边来 就是这样 不把它写成这样 所以这样就算错吗 虽然说 不能算错 但是至少说它不讲究 再看一下 所以草书必须得先熟 十分的先熟 如果说凯书 也应该先熟 都应该是新手双唱 智巧兼优 这是孙国庭书谱里的话 都应该做的这样 但是 孙国庭在草书当中 特别强调 草 故意流而畅 流而畅 就是更加的精熟 因为草书是来不及你 现想 这字怎么写啊 比如说你写到这儿说 想着石子旁 然后这两点弯 你再想 这是怎么过来啊 这就是急着弯啊 你这一犹豫 这个字已经完了 就不行 因为前面的墨色 非常流畅 到最后忽然变得质色了 就说明你在犹豫 你这一犹豫 这个字 它那个气韵 或者说它的气势 就都没有了 凯书呢 虽然也要求你啊 非常的精熟 但是你写的时候 可能还有你一个 暂断的思考时间 当然也不应该这样 但是它能勉强的呢 能够 能够发现不了你这个弱点 比如说 你写到这个专字的时候 你这底下 忘了是个斧字啊 还是写个约字啊 是写个天呢 写到这儿的时候 你可还琢磨琢磨 那么再写 写到这儿 可能还得想一想 还能够勉强的凑合 假如你写草述 是断然不可 来吧 boys di ward 我 Rede